感谢天师的线上的前嫌大家早安 透过我们开班前 李德琳讲师跟我们分享的 那一个真实的小故事 他带给我们相当大的显示 其实一个人他的六根不能善尽其用 最大的原因就是自信不能做主 自信不能抬头发号司令支配自己的四肢百害 所以会说错看错做错 该说的话一句话没说 不该说的往往讲了一箩筐 该做的事情一件没做 不该做的这一生好像做了一大堆 假如一个人他懂得在经历的这些该做不该做之后 他事后有懊悔后悔 进而懂得忏悔 那这个人他多半有药可救 但往往大部分的人是浑然不自觉 就那么任性的去支配自己的六根 如果以这样的错误的态度 浑浑然的过了一辈子 那其实就印了我们常听的一句话 那叫做天堂有入不去 地狱无门自闯 因为在太上感应篇里面 我们就听过老子他不断的叮咛我们 一日有所谓的事恶 言恶 义恶 那么三年天地降之灾 所以很感谢我们李讲师 在课前跟我们分享的 这么一个发人省思的故事 无独有偶的 后学今天早上在看书的时候 就突然想到一句话 过去在进入佛堂 常在书上看到古德讲 六根门头放光洞地 这一句话真实的意思 跟我们今天所上的课 和李讲师所分享的心得 他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一句话 其实古德就是在提醒我们 你修到就在你的六根上面 好好去修 所谓的修行 其实没有离开眼耳鼻舌身意 这六根 这六根接触到的外境 就是色身香味触法 我们常说的六成 当六根跟六成相遇了 它中间就会起一个世心 我们称之为分别 有了这个分别以后 我们仔细观察 这一天当中的痛苦烦恼 不愉悦的心情 都因为这一瞬间的分别 它就纷纷到来 所以佛不断地在各部经典里面 引导我们要转世为至 这么大的一个口号 我们到底在日常生活里面 要从哪里去转 其实就是教我们 你凡夫地修行 就从你六根接触六成的 当下的那一念 透过关照 知道它是对还是不对 不对的 我们就开始要去做一个转动 所以古德教我们 医治不医治 医治下地狱 透过这一句话 我们可以明确的了知 是会带领我们通往痛苦 治则相对的会带给我们解脱 所以我们可以仔细去思维 在这一天当中24小时 分分秒秒的一个累积 与我内心的世界 到底是痛苦多 还是快乐多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么一个 简单的自我检查 而明白 你我的修为 是在日益进步 还是停留在原地 所以六根门头 放光动地 光它就代表智慧 医治就会得到解脱 当我们跟成相遇的时候 它智慧如果显发的作用 显而易见的 不论外面花花世界 有多么大的一个动荡纷扰 我们都不会被这个境界封锁左右 不会被这个境界 牵连着我们的心 往不同的方向去运作 能够做到这一点 其实在当下 就是我们性光的流露 它就是一份解脱跟自在 当我们功夫能够成片以后 内心的发型 它就源源不绝地涌现于外 你就不用学一些异议分子 去合成一些照片 在我们的背后 放一个大大的一个光圈在那边 真正的光圈 就是来自于我们自信能够做主 我们本有的智慧能够开显它的一个作用 那么这些年来 在道场 我们透过圣人经典的讯息 眼见一些前辈者的作为 带给后学相当多的启示 我常常叮咛我自己 后面这几句话 没有喜不喜欢 没有愿不愿意 在食物的方面来讲 只有该不该吃 没有喜不喜欢 好不好吃 对我们该做的事情而言 只论该不该做 没有愿不愿意 想不想做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自我的提醒 约束 我发觉 让自己懊恼后悔 垂胸顿足的机会 显著的就下降了 我们都说 弥勒净土 是末法众生的大规移处 回归弥勒净土的条件 也相当的简单 但是再简单 你也需要消业障啊 六万多年的业 纵然不能够一笔勾销 你总是要去淡化它 如果我们眼前 六根对应花花世界 那个货业不除 静界风就会催动我们内心的贪嗔痴 烦恼就会一箩筐 在这样没有消业 还在增业的前提之下 即便我们仰仗天恩师德的浩瀚 我们可以回归到 都帅净土 纵然回去了 也会在极短的时间 又再度来到人世间 流转 不是上天不要我们 是我们自己根本就待不住 所以如何让我们的六根 听从自信的支配 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再造信仰 那就是我们求道以后 还必须保持三部理 它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啊 那么接着我们进入到经文 谈到十八戒 它也无非都是自信随缘 所起的一个用罢了 但是过去在没有深入到经脏之前 我们刚刚好 几乎没有人往这个方向去思维 我们都认为我的眼睛能看 我的耳朵能听 对一切尽 我自然能起分别心 因为是如此错误的思维 所以浑然不自觉 你我都还有一个良心本性的存在 因为不知道他 不认识他 又如何去强化他的力量 让他发号司令 所以佛陀在人言经里面 非常循序渐进的 透过六根 十二处十八戒 来告诉我们 你不要被这些无情的境界风 左右了你 舆论了你的一生 而要懂得 让我们本有的真心 去开始发号司令 做我色身肉体的主人 这就是人言经所讲的 舍事用根 我们必须有的基本的认识 经文里面说 阿难 又如所名 蛇味为原 生于蛇事 如你阿难所想的 当我们的蛇根 碰到外面的一个味道的时候 然后就会产生了分别 这个叫做蛇事 此事为父 因蛇所生 以蛇为界 因味所生 以味为界 你这个能够分别味道的 这一颗心 这个分别的功能 是因为蛇根而有 还是因为 有食物的味道 所产生的 所以阿难 若因蛇生 择株世间 甘蔗 乌梅 黄莲 食盐 细心 姜桂 都无有味 如果你阿难认为 这个能分别味道的 蛇事 是因为我的蛇根 它所生的一个功能 那你就不需要凭借 外面种种 食物的味道 单有一根蛇根 你就能够分辨出 是什么味道了 如果照你这样的去思维 那世间所有的食物 所带来的酸甜苦辣的味道 它就变成没有滋味了 因为所有的滋味 可以透过你的蛇根 生出来 你才能够去辨别 但乳自尝蛇 为甜为苦 如果你是认为 蛇事 是由蛇根而生 不需要未尘的刺激 那么你现在 在眼前没有任何食物 味道 到来的前提之下 你阿难 舔舔你自己的舌头 你尝尝看 你舌头呈现出来的 是酸的 是甜的 是苦的 是辣的 他说若舌辛苦 谁来尝舌 如果你阿难 再回过头来 舔自己的舌头 你发觉 那个舌头 所带来的味道 是苦的 那舌根 已经变成味道了 又是由谁 来尝这个舌头 能够知道 它是苦的味道呢 因为是有能 有所嘛 一个是能之 一个是所之啊 如果舌头 已经转换为 被所知的味道 那那个能够 分辨味道的功能 又落在哪里呢 此外 舌不自尝 首为知觉 舌头 是不能够 自己尝自己 就能够分别出 任何一种味道的 就像我们有眼睛 可以看到 外在一切的境界 但是独独 不能看到 自己的眼睛 既然如此 你又怎么知道 那个舌头 是苦的呢 舌头不能自尝嘛 所以舌性非苦 位置不深 云和利界 那如果你说 我尝这个舌头 这个舌头没有味道 那既然味道 不是从你的舌根里面 生出来的 舌根尚且不能生出味道 又怎么能够去生出 可以分辨味道的 是的功能 所以由此可见 依于舌根 而利这个舌世界 它是不正确的 再换一个角度看 若因味生 视自为味 同于舌根 应不自尝 于和视之 视味非味 这一段话 是佛陀要破 那个舌是 那个能分别的功能 不是从食物的味道 味尘上面 所产生的 所以佛讲 如果你说 那个能分别味道的舌室 是从外面的味尘产生 那么室既然已经变成味 它从味尘生 这个室就什么 就变成味 那同样的 就跟舌根不能自尝 自己的舌头 是什么味道 那味道 也不能够 自己尝出 自己是什么味道 那你又如何能够分辨 这个食物 是什么样的滋味呢 其实还有一个 更简单的判断 味道是无知的 无知的东西 怎么能够产生 有情的一个分辨呢 所以又一切味 非一物生 味迹多生 事应多体 此外 味道零零种种 又一大堆呀 那各种滋味 它不是来自相同的一种食物啊 来自相同的一样物品 所以能够生出不同味道的 这个味尘 它既然是从不同的 这些物品里面产生 那你说 事是依着味尘而生 味尘有非常多种 那生出来的事 也就应该有很多种了 那事体若依 体必未生 咸淡甘心 和和俱生 那如果你阿难讲 没有啊 这个能分别味道的功能 事体只有一个 而且这一个功能 一定从味尘而生 那你生的事 由味尘所生的事 只有一个 那相对而言 那能生的味尘 也是应该只有一个 那世间上本来该有的那些酸甜苦辣不同的味道 现在只有一种啊 所以你把咸的不咸的辣的不辣的都混在一起了 你就不能辨别它的味道 因为你说它从味尘而生 体只有一个 那味道也只有一个 各种味道混合在一起 你要如何去辨别它原来的滋味是什么呢 它就是代表你吃盐巴 盐巴不咸了 你吃辣椒 你吃辣椒 辣椒不辣了 因为它都混合在一起了嘛 诸便异象同为一味 因无分别 既然能够生出来的味尘 它只有一个了 那所生的事 它也就没有分别了 它不需要分别 因为只有一种了 但是分别既无 则不明事 云和复明蛇畏世界 可是事的最主要的功能 就在于了别 就在于分别 现在它失掉了它分别的功能 你又怎么可以称之为蛇世界呢 连分别的功能都没有了 你还称它为蛇世界 畏世界 那不是徒有其名吗 不具备任何的实际的意义 所以不因虚空深入心事 那总不能说 我这个能够分别味道的功能 是从虚空而生的 因为虚空是无知的 无知的虚空 怎么能够生有知的 是分别的功能呢 则是在破这个蛇事 不从虚空而生的 那会不会是蛇根跟味道 两者和合所共生的呢 于是佛陀又继续破阿难的疑惑 他说蛇未合合 急于世中 缘无自信 云合见身 如果你要再说 这个蛇事 就是蛇根跟未成合合而生的 那蛇是有知的 因为他是有情之物 成是无知的 一个有知的 有情的 跟无知的 无情的 合合在一起了 那体性就杂乱了 这个叫做各失其本来之性啊 有知的变成无知了 或者伴有知 伴无知 无知的变成伴有知 伴无知 这个叫做失去本来自信啊 所以蛇是其之 成是其无知 能生的这个根根成 你说恶者是合合而生 根成合合而生 那能生的就是根根成 这两者都失去了 他本来的一个特性 那又如何能够生出 那个能分别的蛇事 所以能分别的功能没有了 你也无从立一个蛇事件 所以事故当之 蛇位为原 生蛇事件 三处都无 这个所谓的蛇 就是指蛇事件 位就是指 所谓的成事件 位成 所以我们在讲 这个蛇跟位到 两者合合 然后生出了 所谓的位世界 实际上 这个只是方便说而已啊 蛇与位即蛇界三 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论这三者 根成事三者 都只是向往 只有名称 它并不能发挥实际的功能 如果没有那一点灵光 居在其中作用 各位前写 这三者 都没有任何作用 所以佛陀是透过 这样子的一个表述 让我们去理解 在我们自身上 那个能分别的 不是蛇头 也不是位成 也不是两者合合 而是有一个独立的字体 也就是你我的真如自信 如果我们再再处处 让真如自信做主 那么你在品尝一切食物的时候 就没有喜不喜欢的那样的想法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真如无我 所以他不落分别跟对待 所以阿难又如所明 身处为原 身于蛇事 现在就谈到了六根里面的身根 然后谈到六成的处成 身根跟外面的境界 产生接触 我们就会起身事有分别 我摸到华逆的东西 我摸到粗糙的东西 那此事为父 因身所生 以身为界 因处所生 以处为界 佛陀再一次的来反问阿难 还有与会的大众 这个身事 是从哪里生出来的 从身 还是从成 还是生根 跟畜成何何所生出来的东西呢 所以阿难 若因身身 必无离合 二绝观源 身何所事 他说你阿难如果认为 这个能够分别的身事 是从我的身根所出 那么就不需要借着外界的一些的境 来带动我们的分别 所谓的离合 和就是我的身体碰触到某一物 所带来的那种分别 离就是你离开了 我摸到冰块 我觉得冰冷 我离开冰块 我觉得比较温暖 这个叫做离合 二绝观源 可是如果没有外城的一个存在 它激发我们生根 去触摸它 你要如何能够产生出 那些种种粗细 滑溺的一个分别呢 只有你的生根 没有外面任何境界的一个存在 那个是 它又要如何 才能够起一个分别的功能呢 所以若因畜生 必无辱生 谁有非生 知何离者 如果你说 这个生事 是因为畜成而有 不需要借由生根 它就能够知道 粗糙或者是细腻 所以有成而无根 那问题就要反问你了 世界上有哪一个人 他不用借用他的身体 他就能够知道外在跟这个环境 是合还是离呢 你就能够知道那个促成的 是滑溺还是粗糟呢 所以这一段话就是告诉我们 单根不生 离成不永 他一定是根成合合的时候 你才能够起这种绅士的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绅士 跟前面所讲的蛇事 您会发觉 佛陀在用不同的一个角度 带给我们去思维 你落在合合 或者你落在单根 它都是不对的 所以阿难 物不处之 生之有处 他说阿难 物体的本身 是属于无知之物 世间所有的物 它不能够自己碰触自己 而能够有任何感觉的 你把两个杯子 互相碰触 那两个杯子 它能够互相了解对方 而且分别吗 一定不能吗 所以必然是 借由生根 跟那个物品 产生接触的时候 你才会有出的感觉 触的感觉 我摸到了热水 有烫的感觉 我摸到冰水 有冷的感觉 一定都是生根 跟物的一个合合 彼此互为助缘 你才有种种分别功能的一个产生 所以知生即触 知触即生 即触非生 即生非触 这十六个字 各位前弦 是在破生根 跟触成 他们不是合合共生 前面说合合 这边又说不是合合 那这十六个字 除了几个字 在这样颠倒志放以外 我们还真的很难理解 他的意思 后学就跟各位前弦 逐句去做解释 所谓的知生即触 那个生就是指我们的生根 触就是指外面的触成 如果你阿难说 这个生是 是我们的生根 跟外面的成 他共生出来的 那这个所生的 能分别的功能 当他能够知道 里面的那个生根的时候 我们于是可以判定 这个能够分别的功能 是从触成而生的 生根为所触嘛 触成为能生的意思 如果你知道 里面的是生根 就代表这个能分别的 是 它是从触成而生 这个叫做知生即触 那知触即生 如果你所生的这个世 能够分别的功能 它能够去知道 外面的触成的时候 就表示 你这个能分别的世 是从生根而生 生是能生 然后触是什么 触是为我们所知的 所以极触非生 极生非触 能知的世 那个能分别的功能 从触成生 它就不会属于生根 从生根生 它就不会属于 外面的触成 那由此可见 你说那个能分别的生世 是由根成共生的 这一个理论 它是不存在的 各位前显 用是共生 可是体呢 体是真如才具备的 所以随染源起染用 随尽缘起尽用 随缘起用 就叫做共生 所以身触二相 缘无触所 合身即为自体相 这个生根 跟外面的触成 这两者之间 本来没有内外相对的 一定的触所 你是碰到哪里 就会起这样分别 它没有规定你一定在哪一个空间当中 当生根跟触成 两者接触的时候 这个叫做合身 他们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分别了 生根触成 碰到 当下的时候 他们就是一体了 如果这个触成 离开了这个生根 这个触成就等同于虚空界的一切万法 你要去找那个触成 你去哪里找 各位前写 其实所有的万法 当你碰触到的时候 它就是触成 所以触成不是一个独立的东西 当它离开我们这个生根 能够感觉的范围之外 它就等同于虚空的一切万法 所以内外不成 中云合力 假如内的生根 跟外面的触成 都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 我们说根成相遇 中间起分别 那这个中 它是从哪里开始界定的 中不复利 内外信空 则辱是身 从谁立见 假如连这个中间的世界 你都不能够确立它的一个定点 你要找内外的根层的时候 你又寻它不得 那这个是 这个生是 依身根而起的分别 它要从哪里去立那个界限 我们都是认为 我们都是认为 从生根而起的 一个分别 可是各位前写 在《冷言经》里面 佛陀是不断地叮咛我们 事故当之 身处为原 身身世界 三处都无 则身与处 即身界三 本非因缘 非自然性 说生根 说促成 说他们三者 合合而生出了一个深世界 这是过去年阿难 在延习小圣佛法的时候 佛陀所给的一个方便说 他只有假名假相 但是旧其始 相望信真 那都是你的真如自信 一点灵光 随不同的因缘 所起的不同的用而已 所以在我们《冷言经》讲记当中 第39页 后学提到了一个小故事 用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求道以后 我们知道四大是假体 是合合而生之物 那一点灵光 才是真主人 那我们要如何 在日常行住坐卧里面 去体会出这一点灵光 它的作用之强大 而能够让自己 被这灵光 去左右 这个所谓的自己 被灵光左右 就是让你这个色身 听命于我们的自信真主人 佛陀在世的时候 他有一个严格的规律 要求所有的出家众 七天沐浴一次 那有一天在洗澡的时候 贤护菩萨用那个水 在淋自己的身体 印度很热啊 他一淋身体的时候 他就会有一个冷跟暖的一种感觉 当下这个贤护菩萨 他就开始想 这个水跟我的身 水就是畜成 身就是生根 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触觉到底是从哪里来 觉得冷跟暖的那个感觉 那个分别的功能 从哪里生出来 是因为尘而生呢 我洗这个尘 所以我有了这么冷暖的感觉呢 还是洗这个身体才有的感觉呢 如果是因为尘而出现了这个感觉 可是尘是一个无知的东西 无知的东西 怎么能够起有知的一个绝观呢 没有啊 同样的这个身体也是四大甲合 它是无情之物啊 它又怎么能够觉察出冷暖之别呢 所以由此可见 有能够有一个能够产生倦文 嗅长觉知的有那么一个东西 它能够随这个境 带给我们不同的一个感觉 所以它就从这个地方 它就觉悟出来 有那一点灵光的存在 因为知道灵光的一个存在 进而去思维 那个灵光没有我像 既无我像 何来依着自己的主观意识 而且相对的一个不同的分别呢 就在那个反反复复复思维当中 他就望尽还原 就复还了他的本来面目 所以我们耳后再读二十五圣原通章的时候 其实二十五位大菩萨在英地修行 都是反反复复不停的在询问自己 那个能够起见闻觉知功能的到底是来自于哪里 那你我不假吹灰之力 我们透过求道 就很当下明白 因为有那一点灵光 寄居在这色身之内 所以我们才有这些 所谓的一切了别的功能 那问题回到原点 我们了解一切的作为 出自于灵光的作用 那自信无我 我们有在一切柱里面 抛开了人我分别对待之相吗 这些也就是教我们 如何去做到虚于不理道的意思 所以阿难又如所明 意法为原生于意识 这边是谈到六根的意根 还有跟六成的法成中间起的意识 那通常我们在讲意根的时候 把它落在第六式的意识心上面 那前贤们要特别注意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他的意法为原的意指的是意根 这个意根就是指我们的第七式 第七式的意根 他能生出第六式的一个所谓的意识 那成还是一样 就是指法成的意思 后学不间断的在跟经文有关的方面 会补充一些为事的资料 跟各位前贤做分享 加深我们的一个印象 方便前贤您私底下有机会 有时间在研读为事的时候 您不会觉得很陌生 我们知道第六式的一个作用 也就是它的功能 它跟前五式同时而起 前面说 眼耳鼻舌身 它跟前五式同时生起 才能够产生了别的一个作用 所以第六式称为聚生意识 或者叫五聚意识 五聚意识就是跟着前五式同时生起 也就是聚生的意思 换句话说 前五式是透过你的前五根 去接收外境的讯息 你只有接收的一个功能 你没有办法产生任何分别的一个作用 这句话前显要记住 必须要有第六式的一个协助 于是眼见色 耳鼻舌舌肠胃的时候 它才能够起分辨了别的一个作用 这是第六式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功能 第二种 第六式它也可以单独生起 它不需要外面有任何沉浸 五种法尘的一个显现 第六式就能够单独生起一个分别的作用 它称为独头意识 也叫做独善意识 然后它的四种圆境的方式 后学跟各位前嫌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所谓的独善意识 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没有任何外境的一个刺激 我们就冷不防的去回想起我们的过去 然后去筹划我们的一个未来 在过去跟未来之间 我们有种种的一个揣度 有一个比较 有一个想象 那个念头跑来跑去 佛门里面讲大妄想 在现实生活里面 我们称它为胡思乱想 做白日梦 这些都是独善意识的一个功能 第二个叫做梦中独头意识 这是我们最常碰到的 在睡梦里面 你攀原梦里面的那些虚幻的境界 所起的分别 做梦了 看到自己从一个所谓的苍老的面容 恢复到年轻的一个冒美 我起了那个欢喜心 在梦里面得到自己 在平常清醒的时候 所不敢想象拥有的美好的东西了 你起了喜悦的心 这些都叫做梦中的独头意识 在没有学到以前 常常做梦是我们的家常便饭 倒也无可厚非啊 所以人为什么睡觉要睡很多 因为你没有进入到深层的睡眠 都在做梦当中虚耗自己的精气神 可是一旦我们走入修行的一个所谓的环境里面 前嫌们就要去注意到 这个时候如果还常常在做梦 就表示在你内心的深处 有一个潜藏的挂碍在里面深深的落影 读心经不是有读到吗 心有所挂碍你就会颠倒梦想嘛 大学也讲嘛 所以才鼓励前嫌们在睡前你练三宝心法 或者是读经或者是听佛的一个圣号 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睡前净化我们的意识心 于是渐渐的你在睡觉的过程里面 那个做梦的几率就相对净下来 这个后学在一求道的时候 就是带着五字真言睡觉 所以梦里面如果有任何境界 它五字真言就会起作用 所以道也过了八九十年不曾做梦的日子 可是人的修为不见得是语欲俱增 讲老修行未必是一个赞美词 为什么 当我们在某一个环境待久了 相同的刺激不断的过来的时候 很容易就变成麻木不仁了 所以有一段时间 没有在带着佛号 带着五字真言睡觉 于是十多年之后又开始有了梦境的一个产生 所以学到真的是不进则退 所以我们透过在每一天即将要睡眠的时候 你去净化一下自己的思维 它也是与我们的修行有莫大的注意 第三个定中独头意识 那可能我们一般人这样的情况就少 为什么 因为我们比较去疏忽于这个状态 尽管我们一直鼓励各位前嫌 你要运用三宝心法 它就是在帮助我们陪定的一个工具 可是往往我们都是在有事的时候才会想去用它 所以都是在做亡羊补牢的一个工作 防患于未然的 未生恶令不生的这样的修为 我们疏忽了 所以比较没有所谓的禅定的修养 不过就是事后的检讨罢了 但是也有一些人在日常生活里面 他火候比较强 功夫比较深 确确实实也能够体会出 这个心进入到禅定的 那种不起风的那种状态 安稳的情况 所以有的人会说 我在练三宝心法 看到红光蓝光白光 那个是过程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看到了就告诉你 你还在人心作祟 那是世心的作用 如果你灼在那个光上面 你就走火入魔 误入歧途了 所以练三宝心法 你也不要灼近啊 如果你对境界有任何的依恋 各位前贤 定中独头意识的一个功能 他没有离开所谓的第六意识心 既称是心 他就是人心啊 第四个 狂乱独头意识 这个是在现实的生活里面 我们几乎常常看到的 精神不正常的精神病患者 狂就是癫狂 后学去外面公园运动的时候 或者走在自己新装的街道上面 常会看到这样的人 在自己的身边走过 有年纪大的 有年纪轻的 其实说年纪大 年纪轻 也不过是揣测而已 因为那个身体非常的脏污 让你分不清楚 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 你看他边走边说 手无足蹈 各位前贤 旁观的人认为他有神经病 你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实际上在那一刻 以佛法而言 他的意识心就圆着 他自己所幻想的境界在活动 其实各位请显 我们讲他是幻想 实际上 他可能也接触了一些 我们所接触不到的 那种无形境界的干扰 所以让他的身心失控了 这个都有可能 所以这是谈到 第六意识 他可以独立起作用的四种情况 接着我们回到经文 此事为父 因义所生 以义为界 因法所生 以法为界 那个义事 是从义根生 还是从法成生 各位前贤如果看这一句话 然后想到刚刚后学所讲的 第七是义根 依着第七的义根 生第六的义事的分别 我们大概会有这样的思维 那这个是错误的 因为第七的义根 也是方便说 那个第七事 其实他也是无名的一个幻化 他也不是真实有 但是无名依真如 所以相望性真 他说阿难 若因一生 予辱义中 必有所思 发明如意 如果你阿难认为 那个会分别的义事心 是从第七的义根所生 那么必然在你的义根当中 有你所要去思维的那个法成 这个法成就存在你的 第七的义根当中 所以你才能够依着第七的义根 生出那个能分别的 那个义事心 因为你没有眼前的那些法成 你要如何去分别 你无从分别 没有境界 你要如何分别 所以若无前法 义无所生 那离人无形 事将何用 义根离开了外在的法成 他无从起分别的义事心 这是第一点 义根自己本身离元无形 他没有任何形状 纵然他能生 各位前贤 请问你 他生出了什么东西啊 你没有法成 你也不能起分别的作用啊 所以 又辱事心 与诸思良 兼了别性 为同为义 这边的事心 是指第六义事心 思良 是指第七事的义根 读过为事送的人 都知道有一句话 叫做恒省思良 我常在吗 这是指第七事 只有第七事 恒跟省 恒是指他的时间性不中断 省是指他有思维的能力 有简责的一个能力 八事里面 第八事 他是能够储藏 时间性是永续的 但是他没有简别的一个作用 第六事 他有五位无心 所以他也不是在时间上 他能够很久存在的 那前五事呢 非恒非省 用到的时候 前五事起作用 没用 他就不起作用 他起作用 也不过是接收信息 他不会起一个 了别的一个功能 都没有 所以第七事的义根 是我们人生的六事 跟阿赖爷事 第八事 中间的一个交通的桥梁 过去我们常说 运输的一个动力 透过前六根接收外在的讯息 经过第七事的输送 到第八事里面 去储存 去找寻过去的一些残存的记忆 然后又透过第七事 把你翻出的资料 传输到第七事 传输到第六 透过前面的五根 他把这个讯息发送出去了 那这一段话就是在问阿赖 你的第六事 跟你的第七事 同样都具足了别的功能 这两者是一样 还是不一样 他们的了别是一样 还是不一样 都同意及意 云和所生 如果第六事的世心 跟你第七的义根 是一样的 那么世心就等同于义根 那你又怎么能说 世心是从义根所生的呢 意义不同 因无所事 如果要说第六的义世心 不同于第七的义根 那相较于义根而言 他是能知 第六的义世心 就等同于外在无情的 那个沉浸了 无知的外沉了 如果第六义世心 他等同于外面的 一些无知的沉浸 纪约无知 就不能够起了别的一个作用 那若无所事 云和义生 既然不能起分别的一个作用 他就跟义根不同类啊 那既不是跟义根同类 又怎么能说义是从义根而生的 为什么 自孝母嘛 龙生龙 凤生凤的意思啊 生出来的孩子一定跟他的母亲有雷同的地方嘛 他如果完全不雷同就非他所生嘛 所以若有所事 如果你说第六的义世能够了别 第七的义根同样也有了别的一个功能 那我就问你了 你要如何去分别 这一个了别是出自于第六义世的作用 还是出自于第七义根的作用呢 所以唯同与义 二性无成 借云合力 所以你说他同 说六世跟七世是同 说他不同 这两者都不成立啊 那你说义是从义根而生 称为义世界的这么一个名称 他的定位就不对了 各位前贤如果单听这些文字的叙述 会很容易弄得糊涂 但是他也无非就是反复强调 向望信真 如果没有一点灵光的存在 你前面的这些事都不能起了别的功能 所以若因法生世间诸法不离五成 这个因法生的法是指内五成 内在的一个法成 透过义世所分别的法成 它是代表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 第六义世他所原的法成 是外面一切的法成所落映在心里面的 那个残留的影子罢了 他既然是残留的影子 这个内法成也没有离开外面的五成镜啊 你没有外面的色身香味处 你何来五成镜落映在心里面的那些的影子呢 他就没有了 那乳观色法及诸身法 香法 味法及语处法 相状分明 以对五根非翼所设 那你回过头来 你就来观察 世间一切的法成 没有离开色身香味处这五成 这五成透过眼耳鼻舌声做一个传达 所以五成各有各的形状啊 它跟五根是产生一个相对的 这些都不是一根所设的 这些东西没有办法进入到一根啊 是要透过前五根去接收外在的镜 他所能得到的讯息 所以才讲 你不是实际接触啊 你是五根接收好 把那个影像传输到你里面的一个影子罢了 这个叫做内法成 那每一个成 它都有它一个独立的一个形体 才方便五根的射受吧 那你就看一看 你一根所圆的法成 是什么形状啊 所以辱世决定依于法身 如果你说你的意识心的分别 是依于法成而生 辱经地观啊 既然有所生 那就必然有一个形状 法成有象状啊 有形貌啊 我看到一个有直爱的东西 我听到一个声音 我闻到一个味道 我尝到一个东西 它有一个形状在啊 你既然坚持这个意识的分别 是从法成而生 你就必须仔细观察 法法何状啊 你生出来的这个法成 它是什么样的形状啊 你找得到吗 你离开的五成根本就没有法成嘛 刚刚讲 意识心是对法成 对六成的法成 法成是跟着前五根 在接收外在的五成的时候 它所能够得到的意思吗 一个残余的影子罢了 所以你离开这个法成 离开外面的法成 根本就没有内五成的法成的一个存在呀 你找不到啊 所以若离色空 动静 通色 隔离 生灭 月此诸相 终无所得 这个月就是离开了 离开了这些 外面的种种沉浸的时候 你找不到啊 找不到法成有一个独立的字体 因为讲到这里 时间到 我们先暂时下课 下一堂课 我们再继续 谢谢大家 其实说六根十二入 还有十八戒 无非佛陀是在典型我们 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都错以为 自己有见闻觉知秀长的能力 是因为我有眼耳鼻舌身 这些五根加上意识心 我能分别 其实佛陀在《仁言经》这段经文 告诉我们不对的 那些都是无情的和和之物啊 真正能够让你六根起作用 是你那一点的灵光啊 所以我们才说 六神要有主嘛 六神有主的时候 我们在见闻秀长觉知的当下 就不会落于分别了 所以在我们PowerPoint 第174页里面才提到了 离开色空你的眼睛所对应的有色的物质 动静是耳根 通色是鼻根 何离是生根 生灭是什么 生灭就是你的意识心所对应的那个法尘啊 离开这些所有外在境的时候 你找不到你的第六意根里面 所留下的那些内法尘的一些的存在 找不到啊 所以我们再一次的强调 我们所谓的法尘 都是五尘若屑的影子 所以眼前我们会忽然回想起过去的前程往事 眼前虽然没有这个近 但是意识心会往遥远的地方去奔腾 表示过去在某一个时空里面 我们曾经接受过相同的一个讯息 然后深深落映在自己的内心世界 然后在不经心的状态之下 他又涌现于外了 所以前嫌们为什么一直跟各位前嫌说 你在日常生活里面 一定要懂得适度的沉淀自己 不要让自己像一个在不停转动的陀螺一样 这样的修行的模式是很可怕的 那表示我们需耗了很多的光阴 让那个心在不断的奔腾当中而不自觉的 所谓的沉淀就是我总有一个时间 我要往里面去内观的 看我自己内心的一个变化 你心里面有一个影子 就表示外在的镜里面有某一样的东西 有某一件事情它存在 你才会一直念念不惜嘛 所以有形才有影 行生影生 行灭影灭 假如那个东西已经彻底的根除掉了 你就不会不精心的思念起前程往事 会激发出你的喜怒哀乐 爱欲症的情绪 不会 你就会像佛陀在讲咸鱼经 讲一些的过去生的故事 就如同在讲一个跟他毫不相关的事情一样 不会像我们一样有很强烈的情绪灌输在里面的 他就不会了 换句话说 离开了外城 根本没有法城的存在 所以才讲第六意识的分别 是跟随着前五世同时升起的 你没有前五世 你第六世何来的了别的功能都没有 生则色空诸法等生 灭则色空诸法等灭 这个等就是同的 也就是那个能分别的心 成生的时候 尽有的时候 他来了 进去了 成灭了 他就没了 所以所因即无 因生有事 作何形象 当你所缘的那个法城 那个外面的境 他本来就是没有独立的自体的 他生灭无常的 那依着这样生灭无常的法城 他所起的意识心 他是什么形状呢 他没有啊 所以当能生的法城 没有任何的形状的时候 相状不有 戒云和生啊 他又如何能够生出 那个能分别一切尽的那个意识呢 所以你说 意识是依着法城而起的 这样的立论 他是不成立的 所以事故当之 一法为原 生意识界 三处都无 这一段话 就是我们大侠 在我们上一堂课 临下课之前 要我们引导各位前贤之道 意识到底从不从一根而生 过去我们研究嘛 第七的一根生第六的意识 那现在怎么又说不是了呢 原因就是 谈意识谈意根 他都是方便说而已啊 三者都没有独立的字体 他都是你的藏性随缘之用啊 如果你真的知道 他是藏性随缘之用 藏性无我 那你在面对一切的静的时候 跟诚相遇的那一刻 你又怎么会依着自己的主观意识 起种种不同的分别 给自己平天无限的烦恼呢 你就不会啊 所以并不是说 今天我知道了 这个所谓的跟诚是三者 是向往 只有一点灵光是真 我知道这样就可以了 不够的 这只是对道理的一个立论的明白 你还要进一步的关照我们自己 他既是真如随缘所起的用 真如意诚不染 一念不生 一法不利 真如无我啊 既无我 何来的主观意识 对应外在的沉浸 而且种种不同的分别 就不会嘛 所以但凡我在落于分别的时候 我就知道那一刻不是我的真心的作用 而是我无名忘心在发号他的司令了 这个就是我们在读谈经里面 读的一句话 若会应处本无心 使得名为官自在 官自在 跟臣相遇了 无心了 不落分别了 当下即是解脱啊 解脱还会不自在吗 现在了解我们在讲 六根十二入十八处 佛陀在传达什么样的意思呢 所以看文字的叙述是一箩筐 简单的表达主旨 就是那么简单而已 要你去了解 根成事都是无情的 它没有任何的意义 它是虚立的一个名字像罢了 你不要在名字像上面去大做文章 而能够时时刻刻回过头来 舍世用根 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 阿难他就一个好奇了 他就反问佛陀 他说世尊 如来常说和和因缘 一切世间种种变化 皆因四大和和发明 这就解释了刚刚我们讲的 他到底是不是和和而生呢 阿难也有这样的疑惑啊 于是他就说了 过去佛陀你讲 有情世间 气世间 我们的正报世界 我们的依报世界 所存的 所存在的这个世界 它都是地水火风四大和和而有 所以不仅仅我们的色身甲体 是腹精母血和和而有 乃至于外面的山和大地 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 也没有离开地水火风四大和和而有 那既然如此 为什么讲到这里的时候 云和如来 因缘自然二聚排病啊 排病就是都排除了呢 您当初谈因缘说 不谈自然说 是因为外道的人执自然 你为了秉除外道的邪说 所以佛陀提出了因缘说 那既然您说到 宇宙外相都是因缘和和 你可以秉除自然说 你为什么把 这六入十二处十八界 的因缘和和的定义 也把它排除在外呢 我今不知私意所属 您讲到这里 我真的不了解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在这边 后学先跟前仙们提 外道所谓的自然 就是他把一切不能破解的疑惑 都归咎于自然 这个山为什么这么高 海为什么这么辽阔 这么深 他解不出来 他就说 大自然本来就有的嘛 那地球上有这么多的动质 非浅 从哪里来的呢 他也无法探本所远 他就说 本来就自然有的嘛 外道把所有的这一切 都归咎于自然 佛才说了因缘法 去破除外道的自然说 所以外道讲的自然 跟佛所说的自然 讲我们那一点灵光的自然 它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围垂哀鸣 开示众生 中道了义 无戏论法 所以阿难恳请释迦牟尼佛 讲圣意地 圣意地就是中道了义 不落两边 凡夫只有 二生跟外道 直空 空有两边 你直任何一边 都不得就近 所以前贤们 千万不要错解 错解我们灭了 见思二祸 脱离六道轮回 成就阿罗汉 一切至现前 于是我们就认为 转第六意识 为妙观察制 在阿罗汉第六意识 就转为妙观察制 这样的思维 是错误的各位前贤 你只有破剑丝货 成杀货 一品身像 无名都未破 剑丝的出货 从哪里来 从第七的 成杀戏货而来 成杀戏货 从第一的身像 无名 为戏的成杀戏货而来 根都没有挖掉 无名的根本都还没有去除 你何来的妙观察制呢 不要说转第六意识 为妙观察制 第七为平等性质 你就认为 到了菩萨的时候 就已经把第七识 转为平等性质了 菩萨的定义很广啊 各位前贤 登地就是十亿菩萨 但是第七识 登地就破了吗 你要破到第九 第八识的阿赖爷的 见分相分 你才把那个成杀无名货 给破掉啊 所以菩萨哪有能力去转 转这个地七识为 平等性质 这两者都是佛制啊 到佛的境界才能够 完完全全的转化出来 所以依着文字去解释东西 它就一定会出问题的 所以所谓的中道了义 就是不落两边的 你直于空 就留于什么 留于所谓的外道 或者恶圣修行 直于有就是凡夫 直于一端都是断见 常见 有见 无见 一见 意见 这些的东西 关于一见 意见之说 在仁言经的后面 佛陀也会去破 所以后学这边 就不要去花费时间 占据 这个所谓的版面 我们就继续依着 这个经文 跟各位前弦解释 它才比较有次第 所以所谓的中调了义 就是不落两边 正宗的一个道路 你不要把有加无 然后除以二 那个也是错误的 所以耳食 就是阿难在抛出问题的当下 称之为耳食 世尊告阿难言 汝先艳离身为原觉 诸小圣法 发心勤求无上菩提 故我今时 未如开释第一异地 第一异地 他说阿难 因为你自己 已经先告诉我 你不甘于只修小圣 解脱分断生死而已 你希望能够像诸佛如来一样 成就无上菩提 所以我才为你去讲出了 第一异地 第一异地就是圣异地 也就是中道了异的东西 你谈中道了异 你就不能落于自然 也不能流于和和 但是你也不能排除自然 你也不能排除和和 那这个话是怎么说呢 在这边后学跟各位前显 补充一份资料 一般人在起修的时候 即便你要修大圣的了异 你也必须从小圣的这个地方 开始去做一个调整 如果我们对因缘和和的东西 我们知道它缘起信空 但是我却看不破 我却放不下 各位前显 你没有一个小圣的 看破放下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一个修为 你如何能够登地 你如何能够提升 所以不要认为今天我们是走大圣修行 我要走一个唯一佛圣 你可以修为可以辣的 不可以的 你还是要从基础上 起你的万丈高楼啊 所以佛才讲 一切修行 必然是四地而修 不辣等的 那第一异地就是最上圣法 也就是我们读法华经 读人言经 他所提的唯一佛圣 所谓的唯一佛圣 就是佛陀讲的 一切法从心享生 万法为心限 为事变 所以一切万法 心法色法 称之为五蕴法 五蕴法都是向旺 人在迷的时候 跟你立了这么一个心法色法的名相 一旦你觉悟了 只有一真法界 只有那一心啊 那森罗万象 不过是你这个真心 他所映现的种种外在的静 静而已啊 那我们就是 看到像 灼相 就忘了那一点真心啊 所以读波若经 都是不间断的在提醒我们 真心的体 胜不增 繁不减 他随缘不变 所以修到没有修体的 如果谈体要修 他就有增减了 所以既然随缘不变 他就不可落入因缘说 可是真心他不落完空 真心可以随缘起不同的一个用 所以你也不可以说他是自然 所以五因六入十二处十八戒 都是我们真如随缘之用 所以依着真心起这些用 不落分别对待 即是即理 你就能够理缘容 事缘容 如果随着事心起作用呢 他就会带来一大堆麻烦的事情 给自己平天无穷的一个烦恼 所以我们如何在落到后天 在五轮的人事环境里面 撇开自己的事心 尝试着用自心去做主 这个叫做学到的过程里面 摄用归体 也就是我们纪工老师所讲的 土耳门不能够达到无助身心 无助身心就是明体而后 自然能够达用 你做不到这一点 你姑且伸其心而无所助 伸其心无所助 就是教我们去摄用归体的意思 做了这些事情呢 回归到我的本体 我不留这些像了 所以如何复将世间戏论 妄想因缘而自缠绕 你过去 你只想求一个解脱分段生死 不入六道轮回 所以我才跟你讲 宇宙森罗万象 皆是仗因拖延而有 缘起信空 不值得留恋 因为你留它也留不住 人事物都是擦肩而过的勤奋罢了 原生 他停留的时间长 但是再长也不会形影相随 伴随着你到未来生的 你带不走的 所以我才用 和和 因缘之说 来破你对人世间的一个执着 可是当你发心 修大圣菩萨道 要求一个真正的达本还原的时候 你对于这些意理的了解 就不能只停留在和和的方面 你还要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理解 也就是回归到 那一点真心的上面 那你为什么又回过头来 讲你过去所听闻的那些小圣的毅力 而让自己百思不得其解呢 所以辱虽多闻如说要人 真要现前不能分别 如来说为真可怜悯 这是佛陀在呵斥阿难 说你啊 枉费多闻啊 就像一个把道理说的很玲珑剔透 蛇灿莲花 你把那个药书拿来 讲得有没有清清楚楚 但是真的药材摆在你的前面的时候 你无从分别 我认识一位道卿 他是中医师 他就送了几本药草的书给后学 后学拿开来翻开看了一下 也想到外面的花园里面去看一看这些药草 但是拿着那个书去按图索记 我都找不出那些东西来 单看那些药草 我看起来都一个样子 因为我不是真懂 那各位前嫌 我们求到了以后 我们知道 所有身边周遭的一切 连这个父亲母亲给的色身肉体 都不能跟你长相厮守 你都要看得破放得下 那身外之物 什么东西是你妄想企图 跟他生生世世永不相离的 无一物啊 我们在求道的时候 前辈者跟我们开示三宝 这么多年来的道理 我们或多或少都明白了 可是进阶风一来 我就六神无主了 我就被那个风吹得左右摆动了 七情六欲渐渐不少 各位前嫌 这个时刻 你我就是佛陀口里面的可怜名者 所以听道理 必须用道理来解决我们自己的疑难杂症 最大的盲点就是我们的心性不够干净 有无名的残存 所以读佛经是为了内观 佛经叫做内典 叫做内学 也就是读这个道理 是要你往内去回观反照 如果不懂得善用这个工具去内照 其实读三藏十二部经 也就等同于读了很多文字的典籍而已 它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与我们修行人而言 也没有什么值得可以骄傲的地方 所以汝经定听 当佛陀讲地听两个字 就表示他下面要讲的东西是非常非常严肃以及重要的 他说我当为汝分别开示 义令当来修大圣者通达实相 你看这一句话讲得多好 我今天不仅仅为你阿难 为与会的大众来解说各中的最圣异地 我还要让幕后一切有情的人 他发心修大圣菩萨道 想要寻回自己本来面目的这些有心学道的人 把这个所谓的中道实相讲得清清楚楚 所以佛陀讲经是为了佛教徒说的吗 他是为所有有心学法的人所说的 他不限于派别 不限于门户啊 所以阿难莫然成佛圣旨 这个莫然就是安静了 身口意三戒 你都把它清得干干净性 专心一意的意思叫做莫然 就准备身心扫洒干净 干净以后聆听佛陀的开示 刚刚我们提到了所谓的中道了意 这边又谈到了实相 那跟各位前贤做一个名词的解说 实相跟如来藏 这些其实同样的一个意思代表 用不同的名称都在表达那一点灵光 实相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叫做无相的实相 既谈无相的实相 就是讲没有一切虚妄然法差别之相 谈的是我们的真如理体 所以在讲金刚经会讲实相无相 就是这一句话的意思 没有一切法的差别相 清净无染 只有一个平等相 所以谈到实相就是我们的空如来藏 就是指真如门 指我们的本体 那依着这个本体 他虽然无相 却能够随缘起无不相的一个用 吃饭就有吃饭的样子 吃饭的相貌 这个一点灵光透过六根 他起不同的功能 就会有不同的一个相貌 这个叫做不空如来藏 彰显的就是藏性随缘之用 所以实相无相 无不相 就是我们的第三个 第三个讲的就是真如门跟身面门 体用要合为一 所以如果你用真心去对应一切 法法都是实相的展现 来处是一嘛 你了解一切用 是真心随缘所起的用 体用不相爱呀 真空不爱妙友 妙友不爱真空啊 所以我们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我怎么知道我的心性 复明到何种的境界 那就是透过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扮演五轮角色 扮演一贯道弟子 作为一个修行人的时候 我们在责任负起的当下 有没有借由一切人事物的对应 来磨练我自己 来唤醒我的真如 去做我的一个主宰 如果真的能够指古之道 以欲经之友 古之道经之道是一个佛佛道童 何来的经古之别 它根本就没有时间空间的差异 经之友现在是21世纪 跟佛陀2700年前各位前嫌 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你的用是会有做改变的 但是不论时间空间怎么改变 怎么调整 你唯一不变的就是在一切的变当中 用那个不变的中我们的心 我们的真心去应一切万变 你就能够在现实生活里面 做得问心无愧 因为问心无愧 所以在日常生活里面 心自然而然就安住在一处 当然这样的一个修为 是来自于我们日积月累 点点滴滴去累积出来的 所以我们天然师尊 在师尊词语百条项目当中 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徒儿们将来回天果位的高低 是要论你的火候的 火候就是你的德性 你的品格 你的戒律 你的愿力你到底承担了多少 净化了多少 以这些来定我们的九品联台的果位 火候是如人饮水 只有自己才知道的 所以我们学到的过程 我们面对的唯一的敌人就是自我 我们克服了自我的怠惰 我们就能够让真我 展现出他的一个功能 所以阿难如如所言 四大合合 发明世间种种变化 你阿难刚刚讲 这个气世间 有世间 有情世间 他所有的变化 都没有离开地水火风 所形成的 我们都习惯讲 这个色身 你看植物也不离开地水火风 植物要栽种在土壤当中 他需要水分 他需要阳光 需要空气 那浅贤人们会说 现在有水跟蔬菜 如果是水跟蔬菜 各位浅贤 他那个水里面 不是也要加入一些养分才能进去吗 那个水不就是这个水跟蔬菜 他所着力的一个土壤吗 一样的意思 所以阿难 若比大性 替非合合 则不能与猪大砸合 犹如虚空 不合猪色 他说比大性 是指四大之性 我们讲的猪大 是谈地水火风的相 那相 它能够产生作用 是从哪里来 从它的性 四大之性 从哪里来 如果四大的性体 它不能合合 我的眼睛跟外面的色尘相遇的时候 它不能合合 就是我接收不到外境 请问你要分别 你就看不到了吗 则不能与世间四大之相砸合 眼睛能看到 就是因为外面的静的相貌 落映在我的眼睛上面 透过眼根传输到第六式 然后传输到七到八里面 储存起来 所以如果这个猪大 彼大四大之性 它跟外面一切尽 它不能够随缘起 合合之用 它就多于自然 它就是一个顽空了 所以谈用一定是合合 如果不能合合 你就根本接收不到外在的一个讯息 你也没有所谓的气世间 以及友情世间都没有 但是谈体呢 谈体就不能够去谈合合 因为体是亘古不灭的 所以我们就回到 大圣起信论 一开宗明义 它就讲 一心俱足 体相用三大 谈体大相大 以及用大 体大就是就近清静 一尘不染 一法不生 一念不利 干净无染到极处 所以你看道德经 有一句话 叫做 置须及守禁度 极就是极致 你有没有把你心里面的那些杂染 打扫的干干净净 扫得很干净的时候 你心就不动 守禁度就是守心不动 不用守 它也不动了 向大就是 它是无所不在 用大就是源源不绝 随不同的时间空间 汇集不同的一个用 这个叫一心俱足 体相用三大 那在上一堂课我们尾声发问的时候 南部的李德鲁讲师 曾经要求后学是不是能够去解释人源经的经体 其实你要解人源经的经体 也就是要谈到体大 向大 以及用大 可是后学查了一下资料 要把人源经的经体解释得很详细 其实在人源经第四册的讲记里面 佛陀就已经会在那一段经文 把它讲得 抖析得很清楚 所以后学也不在今天把它提前说了 将来我们把人源经研究的差不多 进入到第四册的时候 佛陀会就在这一场人源法会上 他的源起之音 还有他讲这部经的目的在于哪里 功能在于哪里 他讲了不同的经名 就不同的经名 他做了一个详细的剖析 所以等到第四部讲记的时候 我们再来去解释 但是不论你讲手刃言 这个谈的就是一心的具足体相用三大 所以我们常用虚空来比喻我们的自信 为什么 因为虚空清净无染 动植非浅存在于虚空当中 他飞来飞去 虚空不动 但是你切莫认为 那这样子自信就跟虚空一样 对不起 虚空是相对于有形的东西 称他为无相 可是如果相对于这个无相 其实虚空他还是一个有相 有相是什么意思 他就是无就是干净无染 所以以自信跟虚空做比拟 他强调的就是 他里面没有任何东西的染亡 所以依据佛陀讲的这句话 就是告诉我们 那个灵光如果随缘不能启用 就代表你的六根对应六成 他没有办法和合 不和合就不能起见闻觉知秀长的功能 所以自信随缘启用的意思就在这里 谈随缘启用就是谈因缘和合 所以若和合者同于变化 始终相成身末相续 但是你如果把自信随缘之用的 和合之用解释为四大地水火风 四大的信体也是和合 那四大的像四大的用 它是不断的更迭变化 生灭不息的 如果你把四大之性 也就是这个体也列为和合了 各位清闲 那就多于因缘说 那就有备于胜不增 烦不减 增如随缘不变的这个道理了 所以谈体你就不能谈和合 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单讲一方 说它是和合合或者是自然 是因为你谈生灭门的时候 一定是体相用三者和为一的 即是三者和为一 谈自然只是着于空 着于无 谈因缘是着于有 它是谈生灭的用 所以它就不符合这个定义了 所以阿难如水成冰 冰环成水 水能够随缘起不同的用 遇到极寒的天气 天气它就结成冰了 遇到热的时候 它就改变了它的冰的相貌 又变成水了 但是不论它变成冰 还是还原成水 它外在的相貌不断的改变 冰有冰的功能 水有水的作用 它不论它的作用是否不同 可是它的本质没有改变 就像我们在因地的凡夫 我们随着外在的染源 我们做了不好的行为 深口意妄动妄行了 造了因果多道六道路 这个时候真如自信 它没有任何的一个缩减 或者说今天 我们遇到善知识的牵引 遇到禁缘了 好的助缘 帮助我们走修行的路 我们一步一趋的 开始去着 纯净 慢慢的我们出三界 慢慢的我们从四圣法界的 阿罗汉的位置 进步到唯一佛圣 但是即便你成佛了 你的真如胜不增 也没有任何的加多 不因为你历经三大阿僧奇节的修行 你的真如就比别人多一点 这个就是胜不增 烦不减的意思 所以比观地性 粗为大地 细为围城 至灵虚城 这是让阿难透过现实的环境里面 你仔细去观察 那个显而易见 有粗的相貌的 它叫做大地 大地极为广泛 还有一些我们的肉眼可见 乃至于肉眼不可见的那些围城 乃至于灵虚城 灵虚城就是把那个围城 不断的去剖析 剖分为七个等分 叫做极围城 再把极围城再分作 七分叫做灵虚城 各位前写 这个可能显微镜都看不到了 所以谈到所谓的灵虚城的时候 在佛法里面 它表示的就是色的边际像 也就是色法当中最小的一个单位了 小到你肉眼看不到 显微镜看不到 但是它是存在的 这金刚经在后半段不是讲吗 基为尘以为世界 散世界以为围城 整个世界就是这样子 分分合合 没有一定啊 合的时候变成一个世界 叫做大地显而易见的庞然怪物了 分的时候变成灵虚城了 你见不到它的存在 但是它依然存在 已经分得有没有 接近于虚空了 虚空无限啊 所以叫做灵虚城 你再分呢 再分就是变成虚空了 所以它是代表什么 代表最小的单位啊 所以西比极为色边际象 七分所成 更西灵虚即时空系 你继续不断的 从大地分为围城 围城分为什么 极细的到灵虚城 分到最后面的时候 就等同于虚空啊 他说阿难 若此灵虚 虚城虚空 当之虚空 伸出色相 你或许会这样想啊 我从灵虚城 它不断的分 不断的剖虚 剖虚 分到最后 分解成什么 接近于虚空了 那以此来推断 虚空就能够伸出一切色相吗 各位前嫌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 把一个色法 分到后面极为细 极为细 变成色空了 变成一个实际的空了 那表示虚空 能够伸出一切色法吗 色法可以变空 空也可以伸出色法吗 他如今未年 由何何故 出生世间 诸变化相 如果就如你阿难所说 你眼前所见的 气世间 友情世间 一切各种变化之相 都是因为和和而有 那我要问你 灵虚城也是色法之一 也应该由和和而有哦 是不是 那各位前嫌刚刚有提到 灵虚从西到后面 灵虚城 剖西到后面 分解到后面 就等同于实际的虚空啊 那你既然认为 一切色相是和和而有 那请问你 灵虚城 也是极空相而有的吗 你跑到后面 变成虚空嘛 那我把很多虚空 并在一起 就会变成灵虚城吗 那实际上 色是有相 空是无相啊 两者是不可以和和的 所以如且观赐 地灵虚城 用己虚空和和而有 所以你认为 宇宙一切万象 都是和和而有 那我今天反问你 一个最小单位的灵虚城 要用几个虚空 才能够和和出来 一个灵虚城呢 不因灵虚和成灵虚吧 你总不会是说 把这个灵虚城 跟那个灵虚城 合成一起 就叫做灵虚城 没有这样解说的 佛陀的意思就是说 一切色法 不论单位的大小 体积的大小 可见不可见 它都是有相的 所谓的不可见 就是你色眼 你的肉眼看不见嘛 但是肉眼看不见 不表示它不存在嘛 你看就像我们的眼睛 有近视眼 有远视眼 近视眼有没有 远的看不见 远视眼近的看不见 老花眼 青光眼 什么都看不到 你看不到 不表示它不存在呀 所以色法 不论大小 它是有相 虚空它就是无相 有相 无相 截然不同 你不能把虚空 跟虚空合在一起 它就会生出一个 有相的东西来 所以佛陀是故意举这么一个简单 一明了的话 来破阿难执着 过去佛陀讲 一切世间万法皆是合合而有的 这样的一个观念 又灵虚尘 吸入空者 用几色相 合成虚空 所以要从灵虚尘 把它分解到最后 灵近于虚空 那我要再反问你 空不能够空加空成为有相 同样的 我要用多少的色相 多少的灵虚尘 合合才能够成为一个虚空 这两者 色跟空是截然不同之物 你怎么可能把它合合而有 所以若合合时 合色非空 色跟色 有相的跟有相的合在一起 越合就越大 体积就会越来越大 它不可能变成空 那空没有形象 你用再多的虚空把它并在一起 它还是一个空 它也不会变成有色 譬如我们在讲堂里面上课 我们的空间是里面的一个陡式的虚空 我把我四面的墙壁给它打掉 跟外面的虚空合在一起 你的空间变大了 虚空还是虚空啊 会因为空间变大 虚空就变成有色的吗 就没有啊 所以色相的东西 有相的东西 可以解析到后面变成空的 但是虚空的东西不能够把它积聚在一起变成有相的东西 所以若色何时何色非空 若空何时何空非色 色有可惜空云何何啊 所以色有相的东西可以合合在一起 虚空不能合合在一起 既然如此 你又怎么能说 世间的一切都是由地水火风四大因缘合合而有呢 所以过去因为你修小圣法 我跟你讲合合因缘说 是引导你看破三界的东西 凡所有相皆是虚花假景 不值得留恋 你不贪恋三界之物 三界就没有你驻足的地方 于是就跳出了三界之外了 但是而今你要走唯一的什么 唯一的佛圣 你回小向大了 你就不可以用你过去的那种观念 来局限着你现在的思维 所以各位勤贤 这就是代表过去我们讲合合 是佛陀讲的 因为合合于是才讲缘起信空 你不值得贪恋他 可是今天讲唯一佛圣 他是告诉你宇宙万有的源头在哪里 是道啊 那我所见的一切外面有情 有相的山河大地是哪里来的 新线事变而来的 所以当我们的位阶不一样 我们研读的内容不一样的时候 你就不可以用你过去那个既有的观念 去束缚了我们现在的思维 于是你就会越听越奇怪了 这是今天这一堂课 跟各位前贤分享的心得 好 关于是 这一堂课 你不可以用大家 你不可以用我的 没 你不可以用他